旅日投手郭俊玲此前被前女友陈姓女子爆料花心,劈腿不断,她还向媒体控诉,郭俊玲在她月事来时硬上,事后郭的姑姑还骚扰她,忍无可忍才会爆料。 苹果日报报道,陈女透露,她和郭俊玲是在脸书认识,当初郭透过朋友脸书看到她的照片,立刻加她好友,展开追求,两人不久后交往,但在三年内郭被抓到劈腿两次, 郭每次都苦苦哀求她不要分手,让她心软原谅。 报道指出,今年初郭对陈女说希望给彼此空间,分开一段日子,但过一个月郭就找她出去玩两天,郭还在她月事来时硬上,完全不顾她的心情,陈女以为他们算是复合,没想到郭在四月叫了女友,让她相当傻眼。 郭俊玲姑姑日前到她的脸书留言三十岁的人,整天做二十几岁的人做的事,只有悲哀,让她觉得被骚扰,一气之下找媒体爆料。 网友质疑她选在郭俊玲有成就的时候爆料,动机可疑,若不是想红,就是想要钱。 但陈女反驳,是因为郭的姑姑到脸书上骂她,才让她忍不下去爆料。 郭俊玲加入21U世界杯在桃园的训练,她在今年南韩人穿亚运表现出众,上周已与西武师队达成协议,以签约金台币1447万,年薪台币334万,加入西武师。 她今天下午4点,将在台北召开加盟日本职棒西武师记者会,对前女友的指控,她只回应,会好好专注在球场上。 其他的没多说,统一师队今天公布新球季阵容一动,包含签下三阳头,教练团职务调整,其中更透过交易,以左头将陈彦从台刚雄英队换来右头郭俊玲,交易案将于1月1日生效。 师队领队苏泰安表示,对两队来说都是战力补强,原本效力富邦汉将队的郭俊玲在今11月的扩编选秀被雄英选中,才刚转队没多久,又要换上新球衣。 中职联盟今天公布,台刚雄英郭俊玲与统一师将成宴,完成交易。 统一师领队苏泰安表示,球队针对明年投手方面,希望补强可先发,可终继的投手。 发觉郭俊玲比较符合这样的人选,成宴也不错,但在球队这边机会比较少一点,希望选手有更好的舞台发挥。 对两队来说都是战力补强。 台刚雄英领队刘东阳表示,郭俊玲是球队相当看重的战力,因此在扩编选秀时挑选他,希望补充投手战力。 不过左头战力是台刚雄英的补强重点,因此在相当不舍的情况下将郭俊玲选手割爱,交易获得左头江成宴,祝福郭俊玲选手能在师队友好的发挥,展现身手。 刘东阳也指出,江成宴是教练团长期观察的人选,虽然这几年无法在师队站稳先发,不过具有一定的先发实力,加上是台刚雄英急需补充的左头,因此在进一步的补强名单中一直都有江成宴的名字,也很开心这次能与师队达成协议。 19日天母球场受访,郭俊玲表示刚进西武第一天发到球具装备,多到可以摆满整张单人床,而且都是已经有号码的装备。 他首次感受这就是职业生涯的感觉,包括训练规划、待遇、球迷对待球员的重视感觉,这环境会造就,让人感觉是职业。 郭俊玲旅日时期的台湾选手不算多,他最常见面的选手是在千叶的陈冠宇,两人常约在池袋吃饭,郭俊玲即便在日本不算太知名,他从棋域到池袋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步骑等,戴口罩也会被人认出来。 郭俊玲认为,球迷与球团等环境的尊重待遇,是球员较能感受到职业选手的自觉,更想努力训练,展现更优异的棒球技术给大家看。 他也透露台,日球迷对于棒球文化认知的不同,郭俊玲表示在日本常常被认出来,但是球迷会等待不忙的时候才过来要签名或拍照。 2015年世界棒球12强赛时,日本队到台湾比赛,有日本选手告诉郭俊玲,他们到便利商店买东西时,很惊讶一群台湾球迷也跟进去,担心是否造成店家困扰。 郭俊玲说,棒球文化,规划也不一样,春,秋训第一天就规划很好,每天去就是专心训练。 他在日本强烈感受,打棒球是先把技术做好,把棒球打好,胜负是后面的事情。 从台湾职棒起步履日的投手,最近一次是2007年零恩雨,至今已经过了17年,台职何实在能产出让海外职棒球团垂涎的土头战力? 郭俊玲提出看法,心理建设的自信心不一样,日职投手丢牛棚开始,不管是不是要抢一军, 站上去就是要赢每个投手。 郭俊玲坦言,他在旅日生涯的每一天都感觉有压迫感,好像随时会被挤下去。 郭俊玲对于台湾舆论对于日职会修改动作见解不同,大家都说去会改姿势会坏掉,他们是想要帮助你。 日职教练在秋训前会拿数据告诉他不足之处,会告知规划,秋训的操,选手自知道理。 CPBL近年来选手薪资大幅提升,但郭俊玲认为,要赚大钱应该是在国外,这是我的想法,因为票房不同,他们加薪比较多。 棒球选手旅外没赚到钱的大有人在。 郭俊玲说日职好处是不用担心住宿问题,如果可以拿到一军保障年薪1500万日元,就能赚到钱。 郭俊玲屡外经验拓展棒球事业,从一开始期待融入日本生活,到后来认知不强迫自己,接受你的人就会接受,所以我很懂外国人的感觉。 郭俊玲说,2014年的人川亚运,这年中华队之所以能拿到银牌,靠的是四强战政凯文对日本的好投,但印象最深刻的投手,却是在金牌战,对韩国先发吞败的郭俊玲。 当时郭俊玲还只是一个大学生,就读台体,原本不在亚运名单中,是因为吕美的层人和被小熊挡下,婉拒参与亚运,所以郭俊玲才获得递捕的机会。 中华队在预赛,其实已经碰过韩国一次,结果被零比时狠狠击倒,杀进冠军战后,选择推出了骑兵郭俊玲,面对地主豪华的KBO明星打现,原本预料可能差距悬殊,想不到却打得非常有竞争力。 我还记得,在第一局的时候,郭俊玲是连续被三名韩国队打者上磊的,接下来又要碰上韩国最可怕的四,五两棒,朴饼稿及江振号,他们当年在KBO加起来,挥出92发红不让,怎么想都很不妙。 结果,郭俊玲突然霸气外露,先用诉求K掉瓢饼稿,再用招派变速三阵江振号,最后顺利以无失分下桩,这段影片网路上现在还找得到,我每次看每次都鸡皮疙瘩,我强烈建议郭俊玲可以去找来看,应该更容易去找回自己失去的热情。 虽然郭俊玲的投球,在第五局被突破,让他最终以4.2局11分作收,无缘带领中华队夺胜,但这战已经让郭俊玲知名度大开,甚至有许多收看转播的韩国网友,称赞他是李敏昊加元斌加宋仲基的赠合体,也对他还不是职业投手的身份,感到不可置信。 亚运过后没多久,郭俊玲就获得了旅日机会,背负住郭太元二世的期待风光加盟西武,可惜发展不如预期,在日本带了5年左右的时间返台,透过选秀加盟富邦汉将,去年其实可以稳定在一军轮值,但今年多半时间担任后援,成绩下滑不少,目前还未达到邦迷对他的期待。 郭俊玲今年球季从中季出发,近期转为先发,7月19日虽然投5局拿下胜头,但是中季身份,8月9日的本季出先发则是5局调两分吞败,之后配合球队密集赛程的投手调度,下二军轮替,到今天重回一军先发。 第六局没投完,汉将教练团决定换下郭俊玲,总教练邱昌荣解释,考量到郭俊玲今天面对接下来打者马士格斯,俄霸绿尼,蒋少红压制力不佳,十几天没在一军出赛,球尾也有点下滑,本来就有准备在那个打席换投。 最终郭俊玲投完5.2局,用球数89球,被敲六支安打,丢掉两分,另有三次三振,两次四坏保送。 邱总表示,今天投得很好,球路有到位,控制力不错。 郭俊玲则认为九没在一军出赛,感觉不会生输,虽然这两场都没能投完6局,但至少分数有压下了今年重大的桃色新闻。 一,郭俊玲,中华职棒Lamigo桃源队内野手郭俊玲遭球团公告永不录用,竟被爆料其翻墙闯入女大声宿舍未遂,球团全面与郭俊玲切割,将郭交由司法处理。 郭俊玲向警方坦诚闯入女大声住处,便称喝醉了,既不得,突然断送其职棒生涯。 桃源队7日在官网上发布郭俊玲选手因九后产生脱续行为,严重违反球队规定,本球团予以开除处分,永不录用引发球迷议论。 深知内幕的球迷爆料,郭俊玲未遂,球团震怒下才将其开除。 警方表示,桃源队与日直罗德队今年二月中旬在日本石原岛进行交流赛,郭维二军,留在屏东大学旁的安心学院宿舍未随队出赛。 28日凌晨一时许,郭南三杯黄汤下毒后,一时惊虫冲脑,竟从其球团租居的四楼宿舍自楼外爬上五楼女大声闺房。 据悉,女子房间为四人的上下铺格局,当时其他室友都不在,只有被害人独自一人在房内上铺睡觉,睡梦中听到下铺传来声响,坐起身来贺见郭修妍站在一旁,女子吓得放声大叫,惊动临房室友,郭修妍仓皇逃离现场,女子姓未遭毒手,警方也火速赶抵现场处理。 警方透露,现场监视器未拍到郭修妍,但宿舍除一楼到三楼出租商办,四楼到六楼租给屏东大学学生桃园队,过滤相关人员后,才确定郭修妍身份传唤其道案说明,郭坦诚犯案,却变称喝醉了,不记得。 郭修妍成租宿舍两年多来,也与房东熟人,并透过房东向女大声致歉,桃园队也表示,已对郭修妍做出处分,未来也将加强求援宿舍管理。 2、林志祥 已婚且育有一子的林志祥,日前被周刊爆料与多名女子有染,甚至演艺圈C卡女星,以及广播界林志玲DJ圆圆也牵连其中,终植对此回应,倘若属实,将对林志祥做出惩处。 拥有爱家形象的林志祥,不仅是中华职棒统一师的明星二类手,她也是新台币500元钞票上的少棒捕手,日前却遭人爆料与多名女子暧昧不清。 据苹果报道,读者爆料提供多张疑似从林志祥手机流出的LINE对话截图。 据苹果报道,爆料者指控已婚的职棒球员林志祥,不仅和多名女性有超乎纯友谊的互动,还要求对方传私密处照片,照片中包括C卡女艺人、A、L、Z等四名女子,而这还不是林志祥全部的发声关系的对象。 据爆料者所提供的讯息,寻线追查账号LINEID上加上XX38等数字,跳出的照片确实和林志祥私人脸书大头贴一模一样。 而资料照片所显示的69帮、内野精英、文化体司A拉赛团群组,皆符合林志祥手内野,以及曾就读文化大学体育系等背景, 只是其中一个重情重义重粉为群组显得耐人寻味,疑似偷情多名女子的林志祥,除了直接与Z女在厕所发生性关系外,还曾要求爱女拍特写照传给她。 另外还有一名演艺圈C卡女星,暧昧称呼林志祥为比,更传上半身照给她。 对此,该名C卡女星回复,两人是在聚会上认识,双方仅止于互传暧昧讯息,并没有交往,但对于传过裸照一事,C卡女星则与代表刘蒂回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另外,据中时报道,在传出一名演艺圈女星涉入,该名女子即是有广播借林志祥封号的DJ圆圆,对于这次的桃色风波,圆圆本人并未回复, 而之所以有这次的爆料照片外流,据悉主要是林志祥交往过的女子所为,疑似该名爆料女子得知林志祥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以后,促进大发意图报复, 还在爆料前寄部分照片给林志祥,雨带威胁,要给她好看,平时有爱家好形象的林志祥,这次卷入桃色风暴,对此,她所属秉出运动经纪公司,经纪人郑佑嘉表示, 志祥婚前确实有跟几个女生走得比较近,但婚后没有语举行为,之后会去追查资料如何外流,调查照片的真实性。 三,蒋志祥,十月中信兄弟冰封暴闹得沸沸扬扬,18日一周刊爆料指出蒋志祥与女球迷有助不寻常关系, 让以往爱家、爱老婆的蒋志祥形象重创,最后也遭囚团解约。 不过本月蒋志祥大动作前往台北低检署阿玲申告,驳斥周刊的不实报道,因此整起事件仍然是个罗生门。 四,张正伟,十月十八日一周刊大篇幅报道中信兄弟冰封暴内幕,绰号花花的张正伟被抱与一人老婆郑诗亭闹离婚, 而且张正伟还与台中一名女子过从甚密,经常不回家,但这项消息同样遭张正伟严正不斥,还在11月7日的颁奖典礼泪洒全场,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五,林克坚,同为中信兄弟释出球员的林克坚,11月8日被周刊爆料与女球迷的花边绯闻太多,且个性不受控成为球团的头痛人物, 不过他10日发表声明驳斥报道,指周刊内容为无中生有。 六,罗国华,罗国华则是在同一篇周刊爆料中被指代学弟上越南店等声色场所, 他在11月9日曾发表声明指出,本人除一般餐厅、酒吧或KTV外,完全未曾与队友出入越南店或类似声色场合。 周刊报道内容与事实全然不符,博制报道内容。 七,杨耀勋,亚冠赛期间,竟周刊爆料杨大哥与女球迷走得太近,在外常喝酒,拈花惹草。 弟弟杨带刚11月15日更发文写下,请不要再跟我有借贷关系,也不要再跟我家人玩赌,花天酒地都与我无关,家人欠款我不会再帮忙了拜托。 字里行间似乎暗指哥哥杨耀勋的私生活复杂。 八,林洪玉,今天禁周刊再度爆料,指林洪玉与老婆结婚四年就被抓包偷吃小三四次, 不过他与老婆随后发表声明驳斥周刊报道,更扬言不排除走法律途径,已正式听。 九,陈宇勋,中华职棒乐天桃园投手乡长陈宇勋2017年因外遇离婚, 没想到近日再被爆出其实早已复婚,但仍在外乱搞男女关系,开小账跟多名女子暧昧,约炮。 当年的外遇对象也跟注爆料,陈宇勋不但约三批,约球场打薄,还向球团称女方有忧郁症乱说话,让她气得直呼没担当。 陈宇勋在2018年6月遭报在婚姻状态不明的情况下,与一名陈姓女子交往。 事后陈宇勋发文道歉,表示2015年透过网络认识陈女,并在2017年因陈女与前妻离婚。 离婚后虽与陈女维持关系,但两人仍在2018年5月分手。 没想到今日有一名女子在特卡的爆料,表示自己从去年起因一篇现实动态与陈宇勋开始聊天。 起初只当她是一般朋友闲聊,且查过相关新闻认为是离婚状态,因此没有特别避嫌。 后来陈宇勋换小账跟她聊天,内容越来越暧昧,她也因此动了情。 但就在此时陈宇勋向她坦白并非单身,为了小孩离了,又接了。 女子虽然认为两人不该继续维持这段关系,但被感情冲昏了头便一拖再拖,最后终于结束了这段不伦恋。 但是后又发现两人交往这段期间,陈宇勋用其他小账跟别人暧昧,还跟其他人约保。 被发现后就关账号沈尹,女子并指出,她曾经联系球团告知此事,但球团表示无法对球员做出任何惩处。 最终不了了之,爆料文章引发热议。 2018年与陈宇勋闹上新闻的陈宇也发文回复,表示2020年陈宇勋持续与她联系,不断向其索取影片要打手枪,还约她三屁,到球场打包等,并爆料她在床上时间跟在投手球拖时间差很多。 陈宇联系球团后,球团有约谈陈宇勋,但她没受到任何惩处,甚至称陈宇她就是有忧郁症,才会乱说话。 让陈宇怒轰做事不但没有担当,只会推给女生,都给妻子,立刻神隐不敢面对,并强调没有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而是无法忍受她对球团的推托,甚至攻击她的精神状况。 对此,陈宇勋发布律师声明,只爆料人士所述部分内容一与事实不尽相符,以影响陈宇勋先生之名预级生活,并称此事所涉为球员个人球场外私得争议。 陈宇勋目前全心以为球队争取下半季冠军为唯一目标,不愿球队表现因私人争议模糊焦点,将不再回应。 7月16日,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全明星赛投票正在进行中,本赛季将会有使用两种不同的选票多次进行投票,这第一个选票是更为重要的。 这是大部分球迷认为本赛季在每个位置上可投票选项中最优秀的球员,不过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应该是最大的明星球员,例如,Holio Rodriguez目前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超级明星球员。 即使只有23岁,但他本赛季到目前为止表现平平,所以有一部分人不会投票给他。 但那些认为全明星赛应该由名气最大的明星球员打的人可能会投票给他。 让我们开始进行这个选票,看看有哪些球员会入选今年的全明星赛。 美国联盟,捕手Salvador Perez皇家队,对于Edley Ruschman表示歉意,让我们为尊敬的Perez鼓掌。 他已经在联盟打了13个赛季,这将是他的第九次全明星赛。 他的打击率是315、383、521、154OPS加。 有15个二雷打,10支全雷打和41个打点,为一支有望进入季后赛的球队效力,一类手Josh Naylor守护者队。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Naylor的打击率下降到了229,但他的长打率为500。 以16支全雷打和44个打点的成绩领跑该位置,这是一个产生得分的位置,所以他在这里脱颖而出。 Ryan Moncastle也有竞争力,而Vladimir Guerrero Jr.则拥有更高的打击率和出磊率,不过他目前缺乏力量。 二雷手Marcus Samien,流浪者队,Jose Altuve的打击率和上磊率更高,但Samien在其他方面占优势。 他在Fangraphs和Baseball Reference的战绩中都领先,这要归功于更好的防守得分。 同时,他在打点和得分上也领先14分和8分,他还多了一个拳雷打,他的保送更多,三阵更少,所以三面胜出。 三类手Jose Ramirez守护者队,Jordan Westberg和Izik Paredes非常接近,但我们选择了Ramirez, 部分原因是他的16支拳雷打和MLB最佳的58个打点,尽管双成队状态回暖,皇家队也在周围徘徊,但他凭借着强大的力量表现保持了他的守护者队在榜首的位置。 游击手Gunard Henderson精英队,在游击手这个位置,资深的,成熟的明星球员有Cory Seeger,Carlos Correa和Bo,By Cat。 不过,现在这个位置是由新星Bobby Whitt Jr.和Gunard Henderson之间展开的两人竞争, 两者都还没有受到公众注意力的过度关注,而且甚至都还没有成为全明星, 因此,我会认为他们两个会有其中一个在今年入选全明星,并向Anthony Volpe表示歉意, 外野手Aaron Judge洋机队,Wang Soto洋机队,Kyle Tucker太空人队,谁能想到, 在外野球员这个位置上,只选三个人会是最容易的呢? 其他人都远远赶不上这三个人,指定机球手Jordan Alvarez太空人队, 这里可能有几个值得考虑的候选人,比如Cary Carpenter和Brand Rooker, 但基本上现在就是John Carlos Stanton和Jordan Alvarez的对决了。 而Alvarez作为机球手更出色,即使他的拳累打稍微少一些, 国家联盟,补手William Contreras酿酒人队, 另一个选择是Will Smith,他今年表现也非常出色, 我会选择Contreras,尽管微弱,但是他的打击率为310、380、478,有8个拳累打。 44个打点和48分,一类手Bras Harper费成人队,像往常一样, Freddie Freeman是一个备选。 Christian Walker除了出色的防守外,再次展现出了出色的力量数据, 不过,Harper在整体表现上最出色,而且他是国家联盟最好的球队的核心。 二类手Kato Marte响尾蛇队,我认为Louis Alvarez的打击能力应该受到很高的评价, 他的打击率达到了335,几乎不会被三阵。 在这个时代,这简直令人惊叹,但我也认为他在防守方面的表现不佳, 而且没有力量,这意味着他本赛季的总体价值要略低于Mart。 Mart的打击率是278,常打率是502比Aries高出了整整100个百分点, 有12个拳累打,32个打点和40分,三类手Alex Baum费成人队。 本赛季,很多大牌球员都表现不佳,比如Austin Riley, Manny Machado和Nolan Arenado,Matt Chapman的防守仍然令人惊叹, 但他在进攻端只有长打能力。 我们选择Alex Baum,因为他在国家联盟最好的球队中度过了一段进攻爆发的赛季。 他的打击率是296,350,481,有50个打点, 这里向来自小熊队的Joy Ortiz表示歉意。 游击手Moopy Betts到齐队,这个位置没有任何问题, 他就唯一的选项,外野手Jurikson Profar, Christian Yellick酿酒人,Fernando Titus Jr.,教室队, 在Betz改变位置和Ronald Akuna Jr.,受伤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略显不足,但我们仍然有三个优质的选择。 关于Profar今年的表现,你无法说得太多, 这位曾经的头号超级新秀,现年31岁, 从未入选过全明星,或者说从未真正成为过候选人。 他以424的上蕾绿领跑大联盟,同时打击率为329, 他有11个二蕾打,8只全蕾打,38个打点和34分, 他应该获得首发机会。 Yellick是前NL最有价值球员,因伤缺席了一段时间, 但在仅35场比赛中,他看起来像过去的自己, 打击率为318,400,530,有6个全蕾打和8次倒垒。 Titus可能本应表现更好,但他在这里的表现足够出色, 除非你更喜欢T.S. Carr Hernandez, 指定机球手Sho A. O. Tony到齐队,在这个位置, 大谷祥平拥有比勇士队的Marcel Ozuna更全面的进攻技巧。 最后你知道收视率冠决四大联盟。 MLB全明星赛为什么火? MLB全明星赛自1933年开始举办, 是四大联盟历史最悠久的全明星赛之一, 也长期以来是北美体育界收视人数最多的全明星赛。 2022年的赛事收视人数高达751万, 超过了同赛季的NBA、NHL全明星赛, 以及NFL的职业晚,除了全明星赛, MLB全明星周还有另一项重要赛事, 本蕾打大赛。 2022年的本蕾打大赛收视人数高达687万人, 超过了NBA、NHL和NFL职业晚技巧挑战赛等 其他全明星衍生赛事。 因此,在北美体育界, MLB的全明星赛是同类赛事中最受欢迎的。 MLB作为美国最早成立的体育联盟之一, 拥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这也为其全明星赛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自1933年举办第一届比赛以来, 在报纸和无线电时代, MLB全明星赛就已经打下了数十年的群众基础, 在其他三大联盟之前建立了全明星赛的品牌价值。 随着美国电视市场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MLB全明星赛成为了各大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Baseball Almanac网站的统计, 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MLB全明星赛的收视率常年达到20%以上, 多届赛事的收看人数更是超过了3000万人。 时至今日,随着电视节目内容空前丰富, 以及线上流媒体平台的发展, 体育赛事自然很难再有过去那样高的收视人数了。 但MLB全明星赛依然是流量顶梁柱, 据FOX统计,2022年MLB全明星赛是当天观看人数最多的节目。 同时,据Sports Media Watch报道, MLB全明星赛是2022年2月至7月近6个月来, FOX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说到底,棒球巨星们在全明星赛中的表演, 早已经成为美国体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也确实在一届又一届赛事中, 缔造了不少筷子人口的经典瞬间, 比如1941年Ted Williams的再见本蕾打, 2002年Tory Hunter不可思议地揭杀本蕾打王Barry Bones, 以及2008年两队敖战15局后美联惊险获胜等等,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MLB全明星赛的胜负结果, 一度是会决定世界大赛主场优势属于美联还是国联球队的。 大联盟在2003年至2016年间实行了这项规则, 大大加强了美联, 国联两支队伍的好胜心, 让比赛氛围变得更加认真、激烈。 毕竟,球员们可不想在10月的世界大赛时没有主场优势, 一场全明星赛能直接影响到总决赛, 对于观众们肯定也是一大看点。 不得不说, MLB全明星赛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高的收视率。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 它的举办时间, MLB全明星赛有一个响亮的外号中夏经典赛Midsummer Classic, 因为它是在每年7月中旬, 大联盟赛季过半程的时间节点举行, 在这个时间窗口举办赛事, 可以避开与三大联盟的壮荡期, 让MLB真正成为黄金时段的焦点。 毕竟在7月份, NFL、NBA和NHL都正直修赛期, 而NBA和NHL的全明赛NFL的职业晚都是在1月、2月举行, 导致他们难以避免与旺季中的其他比赛壮荡期, 无法霸占收视份额。 因此, MLB全明星赛的高收视率, 确实也得益于体育淡季的市场。 但无论如何, MLB全明星赛在夏季所带来的流量, 都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 据Kentard的研究报告显示, 2021年, MLB全明星赛创造了超过206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 而2022年全明星赛在Fox的赛间, 30秒广告位价格更是达到了70万美元以上。 聊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能看出, 经过90年的发展, MLB全明星赛已经成为了同类赛事中的佼佼者, 无论是从收视人数还是商业价值上看, MLB都是每一年北美体育界不可撼动的焦点之一。 在2020年的中华职棒季中选秀会上, 发生了一些令人意外的选秀决定。 乐天桃园在选择过程中, 跳过了当时外界普遍看好的宋胜瑞, 最终选择了被认为是当界最优秀的中线内野手马杰森。 宋胜瑞则意外地被推迟了整整四个顺位, 直到第二轮第四顺位才被忠信兄弟选中, 而那时他已经是平镇高中的中外野手, 宋胜瑞在选秀前的跌落实在让人始料未及。 尽管该界选秀会上有王维忠、张静德等备受关注的旅外大物球员, 以及于谦、林子豪等有潜力的业余球员, 但宋胜瑞作为当界最优秀的外野手, 其实不止在台湾球员中脱颖而出, 还在Fangraph评选的国际球员排行榜上位列第31名, 成为台湾球员中排名最高的选手。 尽管宋胜瑞的选秀顺位并未如预期般高, 但能够加入中信兄弟这支培养能力极强的球队, 对于宋胜瑞这样的高潜力球员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中信兄弟的二军系统以及完善的教练团队 可以为年轻球员的成长提供极大的帮助, 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与理想有所差距, 尽管中信兄弟的外野手阵容在当时非常充实, 但队中没有任何一位球员能够与宋胜瑞相匹敌, 无论是守备能力还是累坚破坏力。 更重要的是,球队正处于连霸的开端, 急需稳定的战力,为了应对紧张的赛季。 中信兄弟不得不提前将年轻的宋胜瑞拉上大军, 担任比赛后段的带跑和带手任务, 这使得他未能充分展示自己在外野上的高水平表现。 这样,亚苗助长的决定险些毁了宋胜瑞的发展, 在本应获得二军畅打的年纪。 宋胜瑞却被迫在一军忍受有一场没一场的替补出赛, 这使得他无法在应有的年纪里稳定地获得打席来完善自身的技术。 自2021年至2023年,宋胜瑞在131场比赛中仅有150个打席, 2022赛季更是极为尴尬,仅有35场比赛中取得31打席。 这种情况下,他的打击表现难免受到影响, 不稳定性也随之而来,直到2024年上半季。 宋胜瑞依旧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中挣扎, 直到8月17日对阵台岗雄英的比赛, 才迎来转机,那场比赛中他顶替了疲劳的曾宋恩, 担任球队的开路先锋。 宋胜瑞在这场比赛中表现不俗, 五个打数中击出两只安打,外加两次倒垒, 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接下来的一周,他打出了超过五成的打击率, 这一表现使他终于赢得了球队的重视, 将自己成功地纳入了球队的未来篮图中。 尽管岳正华目前已经稳固了中外野手的位置, 宋胜瑞仍然时常以右外野手的身份出赛, 但这并未掩盖他惊人的守备天赋, 他常常上演远距离移动后的街杀, 几乎不需弄脏裤子。 这展示了他超大外野防守范围的强大能力。 根据当年Fangraphs的球探报告, 宋胜瑞的守备评分高达60大联盟明星级, 即使是强如林哲轩的守备评价也仅止于此。 因此,如果宋胜瑞能够保持稳定的出赛, 他完全有可能回到中外野的防区。 除了飞球判断能力出色, 宋胜瑞的速度也是他的另一大优势。 这不仅在守备范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更加在盗壘上展现出他的潜力。 本季他14次盗壘尝试中成功了12次, 成功率高达86%, 这在当前的棒球环境中是相当惊人的。 相比之下, 快如陈辰威的盗壘成功率也仅有72%, 宋胜瑞的速度与守备能力相结合, 使他在未来有望成为球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更令人惊叹的是, 宋胜瑞在这38场出赛, 79个打席中交出了极为亮眼的成绩单。 从8月17日到9月6日, 宋胜瑞在15场比赛中获得了58个打席, 打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377、431、547的三维数据, 外加三只二雷安打和两只全雷打, OPS加高达恐怖的179、3。 这段时间的爆发无疑让他彻底打进了球队的核心阵容, 显示了他的巨大潜力。 诚然, 这段时间宋胜瑞的出色表现有部分因素源自于运气, 例如, 他的滚地球率高达55%, 而他的Ball Bip打击率高于平均值的球员, 平均打球落点运气也比联盟平均值高出不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能有如此超人的表现。 然而, 即便排除掉运气因素, 宋胜瑞的纯长打率达到了170, 展现出他在长打能力上的明显进步。 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重要信号。 在这段期间, 宋胜瑞的本类版纪律和过去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稳定的出赛让他对来球的掌握度显著提高。 他不仅打出了更多扎实的基球, 还在面对对手的湿头球时展现出了更大的攻击欲望。 这才是真正推动他打击表现飞跃的关键原因。 他逐渐学会如何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 抓住每一个能够一举改写比赛局面的湿头球。 综合来看, 随着赛季的继续, 宋胜瑞的打击成绩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 尤其是在运气回归正常水平之后。 但他的核心优势, 即卓越的守备和闪电般的倒垒速度, 绝不会受到影响。 此外, 本赛季, 他已经展示了显著提升的长打能力, 以及日益精进的基球接触率, contact。 即使运气的因素有所回调, 他仍然能够在攻防两端, 为球队做出重要贡献, 尤其是在守备和倒垒方面, 他依旧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存在。 总的来说, 宋胜瑞不仅仅依赖于运气, 他的全面能力和持续提升的表现, 都证明了他是一个有着极高上线的球员, 只要继续保持稳定的出赛。 他有机会在未来成为中信兄弟的重要一员, 攻防俱佳, 为球队贡献更多关键时刻的表现。 分析完宋胜瑞的近况, 接着让我们谈谈宋胜瑞未来的模板会长怎样吧。 宋胜瑞未来的模板可能会如何发展, 这是许多中信兄弟球迷和棒球爱好者关心的问题。 若从中信兄弟的历史来看, 有一名球员的成长路径与宋胜瑞极为相似。 生涯初期以安打为主, 具备惊人的角城, 主要守幼外野, 逐渐向中外野发展。 最终成长为一名兼具速度与长打能力的全能选手, 这个人就是张志豪。 张志豪生涯前四个赛季展现了稳健的打击能力, 打击率超过270, 纯长打率也保持在100以上, 并且累计69次到累, 其中两季突破20次, 展现出强劲的速度优势。 同时, 他在这段期间也贡献了十支拳雷打, 证明他在长打方面的潜力。 然而,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他的第五个赛季, 2014年。 那一年, 他单季打出十支拳雷打, 追平了他之前四个赛季的总和, 后续更是成为中华职棒史上唯一连续四个赛季, 单季打出超过20支拳雷打的球员, 将自己打造成了联盟历史上的超级重炮, 对比宋胜瑞, 成为像张志豪这样的重炮打者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毕竟目前宋胜瑞的打击风格和力量输出还没有显示出类似的迹象, 不过, 张志豪生涯初期的打击模式倒是为宋胜瑞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板, 以出色的角成, 精准的击球能力作为基础, 同时具备一定的长打能力, 在宋胜瑞的进攻发展中, 速度与打击的结合将是他未来取得突破的重要武器。 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模板是同样以速度见长的陈辰威, 两人同为绞成极快的外野手, 且打击风格也有相似之处, 陈辰威生涯初期频繁打出滚地球, 并凭借速度争取上垒的机会, 这一点与宋胜瑞在某些比赛中的表现不谋而合。 然而, 随着打击技术的逐步提升, 陈辰威近两个赛季减少了滚地球的比例, 开始更多地利用他的挥棒能力 去寻求长打机会, 特别是本赛季, 他打出了九支拳雷打, 并创下了453的长打率, 这代表着他打击威胁的显著增强。 从这个角度来看, 陈辰威可能会是宋胜瑞未来更务实的模板。 虽然宋胜瑞目前的打击完成度 尚未达到陈辰威的水准, 但他在守备和盗壘判断上拥有明显的优势, 这意味着, 宋胜瑞可以逐步通过稳定出赛和持续地调整, 将自己的打击能力提升至与陈辰威相似的水平, 特别是在增加长打威胁方面取得突破。 进攻端母版, 戒于张志豪和陈辰威之间, 那守备呢? 固然张志豪和陈辰威都已经是各自阵中守备能力, 守屈一指的外野手, 但和他们同时代的防守大师却另有其人, 那便是曾经靠着手套站上大联盟的林哲轩。 宋胜瑞的防守评价和林哲轩不相上下, 他的速度同样不输巅峰时期的林哲轩。 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有超越的潜力, 他的速度与林哲轩巅峰时期相当, 这让他在外野的移动范围极为广阔, 能够轻松处理那些高难度的飞球。 此外,宋胜瑞的强奸也是一大优势, 他的最快球速曾达到155公里, 这意味着他不仅可以靠脚城覆盖外野, 还能通过精准而有力地传球遏制对手的跑垒。 在外野守备方面, 宋胜瑞展现出一种冷静自如的风格, 无论是揭杀飞球还是传球回垒, 他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这样的守备能力让人联想到林哲轩巅峰时期的镇定和稳健。 林哲轩的守备评分曾达到MLB明星级别60分, 而宋胜瑞在Fangraphs的球探报告中, 也获得了类似的高评价, 如果他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水平, 完全有机会成为未来几年中职乃至亚洲棒球最顶尖的防守者之一。 综合来看, 宋胜瑞的未来极其光明, 守备端, 他已经拥有了联盟顶尖的防守能力, 无论在中外野还是右外野, 他都能成为球队的守备核心, 进攻端, 随着他在一军打击表现的逐渐提升, 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稳定出场机会, 他完全有能力发展成一名攻防兼备的外野手, 在未来, 他有机会成为像张志豪。 林哲轩这样的一代中, 外野手代表人物, 不仅在守备上震慑对手, 更能在进攻端做出关键贡献, 如果一切顺利发展。 宋胜瑞不仅仅会是中信兄弟的核心外野手, 甚至有机会成为终植历史上的防守传奇。 正如林哲轩曾以守备为傲的职业生涯一样, 宋胜瑞也有望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在守备领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